每次的教育都不贵 每次的教育都不贵 桃园市教育局首创全国出版 印尼语及越南语版的教育绘本 还让孩子们首次挑战 印尼语及越南语配音 展现学习的成果 而且配音的同学有的并不是新二代 而是本土台湾人 他们表示过程很好玩 还能学会新语言 其实因为这方面我没有学到 就是老师有教我 然后过程中 我最喜欢的部分应该就是 学习越南语 虽然最 蛮困难的地方是发音 因为台湾有些地方没有那些音 喜欢印尼语是因为 可以跟 可以认识更多朋友 就是如果以后去 往国外发展去印尼的话 就可以认识到 就不会有语言 不能沟通的问题 参加配音的孩子都是自主 学习外语 黄文一自己 就在家长的支持下 学习了两年的印尼语 这次配音的绘本故事 与性评教育有关 除了练习口语也加深性别平等仪式 故事中的男主角 因为在玩的时候不小心碰到 女主角屁股 但女主角认为她很变态 但是男主角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就是不要觉得别人不小心碰到 你就觉得她是故意的 除了展示出绘本 孩子们也现场即时配音表现苦练的成果 让教育局长频频称赞 动画配音绘本也会上传到网络 作为桃园市推动新住民语文教育的自编补充教材 我们从去年在市长的鼓励之下 我们有253班的新住民语言班 那今年9月以后会有超过500班 那刚才各位看到我们的新住民的孩子们 他们非常优秀 跟我们台湾的小孩一起成长 学习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等 这些新住民的语言 让他们能够文化融合 让我们的国力都能够向下扎根 桃园自去年起 就开设了253班的新住民语言班 108克刚上路后 除了本土语言 就连新住民的七国语言 也会纳入国角必修 让文化从小扎根 未来将会持续推出 其他新住民语言动画作为辅助教材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